大家早上好 我这波本来今天应该是上班的 我这波休假嘛就在家 网友说 网友说看着你还带着毛毛的微博 其实也没有那么冷 我就摘下来 我有一个 不是问题 我有一个也不叫怎么说 我就喜欢把这手啊脚啊 脖子啊膝盖啊都弄得特别暖和 因为我觉得这是喝个风口似的 你要是这些地方冷了的话 你整个人很容易就着凉 现在也没有那么热 英国也就是早晨七八度 中午要是很热的话 有可能达到二十几度 下午呢太阳一下山 有的时候夜里就感觉像是冬天 所以一天呢都能经过四季 我今天收到了一个 我盼望已久的好礼物 终于收到了 太好了 这是我朋友啊 还有我家人都和我说 一定要买这个药 这也不是个广告 也没有赞助 就因为就觉得这个病毒好像是很难清 彻底清除 这个中药呢据说是有特效 我就打算来吃一下 然后我妈还和我说了一个偏方 就是想清飞啊止咳 用盐煮橙子 我买了上个周就买了 一直还没来得及做 我们今天就看一下这个药和我一起看看它有什么功能 这还一个说明书 大家吃没吃过这个 应该是挺管用的 清飞胶囊 OTC 就是traditional chinese 中药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 但当然你也不能就是常年累月的吃 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一种药叫好像是龙胆泻肝丸 我不是医生啊 我也是我通过我发生的事我瞎说的 龙胆泻肝丸里边有一个龙胆草好像是经常吃的话会对肝不好 后来又这个药呢又经过改良 在英国就很多年前出现过这么一个叫小事故吧 你像中药店呢 它一般都是卖什么针灸的疗程 中药的疗程 成药的疗程 一般这种的成药 在就一小瓶一小瓶的 一康呀 长城啊 还有同仁堂的 同仁堂的质量比较好 一康的也不错 也就是十磅钱 这么一小瓶 但当然因为有店铺 租金要付 人工要付 你的邮费 你买的话还有六七磅 所以这个十磅钱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也有便宜的 现在也有可能七八磅能买得到 就说一说这个小事故吧 就是那个英国 有一个英国的病人 他什么病忘记了 他经常吃这个龙胆泻肝丸 就是吃了很久很久 可能半年是怎么的 说是对肝不好 但具体是什么造成的不清楚 我当时就想 那闹了半天 这个中成药也是 你没有病还不能乱吃 那我吧 我就一直觉得也可能是有奄言 我也是听到网友的 有的时候早上喝一勺醋和蜂蜜 活起来 这我妈和我也说过 感觉能好一些了 现在买了这个呢 我就总觉得好像是 也心理作用 想打算吃一阵子这个来看看 但是呢 也不怎么舍得吃 你吃了一共才48粒 你吃没了以后呢 再加重了 再去买 再买不到了怎么办 这就是它的说明书 它这里边有成分 就是莲窍 金银花 芝麻黄 炒 苦杏仁 石膏 板栏肝 板栏肝也是质感冒的 都脱销 听说过呢 这个药我没听说过 叫棉麻灌重 它有一些药 还有一些不同的名字 鱼形草我知道 就治皮肤病什么的 有一号 加鱼心草 广霍香 大黄 霍香是不是也是那个 待会我们查一下 红锦天 这个药也没卖过 薄荷脑 干草 我记着所有的中药 都好加一点干草 辅料为玉米淀粉 还加上淀粉 它主制功能呢 就是清热解毒 宣泄肺热的 又与流行性感冒 肺息症 常见就是高热 发热高热 恶寒 肌肉酸痛 堵塞鼻涕 咳嗽 头痛 咽干喉干 舌偏红 胎黄 胎黄或黄膩等 一日四例三次 那吃不了多少 那我一次吃一例吧先 它说如果出现恶性 我吐腹歇腹胀 以及骚痒口干 头晕就不行了 不能支持 这下面就是 不能在同时服用 其他滋补性中药 可能就是怕香克 风寒感冒者不适用 高血压心脏病 是用肝病 糖尿病 肾病 在一 这是 OK 我们来待会儿看一下它的成分如何 它打开就是那种中药栗子 胶囊 不是中药栗子 就这样的 里边有两盒 对吧 它是到20 保存期还挺长的 我看了一下 反正就是好几年才过期 吃一例 哦 我还真是没吃过 你看 打开以后是这样的 花了我多少钱 10磅钱 这样 我就打算一天吃一粒 我就总觉得这嗓子太干了 穿天也可能就是口干舌燥的 去洗洗手 然后先吃一粒看看 我已经吃了早饭了 回来了 这会儿我这插 有的朋友和我说你这些油件呀 还有从外边shopping之后 要拿那个戴桃喷一喷 我也没喷 我已经放了 我以前吃一粒试试 感觉会不会有一些 不同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就是穿天 口干舌燥的 总觉得 嗓子不得劲 也可能我妈说 她说你一戴口罩 就戴八个小时 她说没有客人的时候 你得摘下来 你不然没被病毒毒死 你把自己给憋死了 那肺也憋坏了 给我笑 没毒死吧 自己把自己给憋死了 剩下的这个装口 装着里边来 我们来查查她这些成分 我这不有这本书吗 是我妈给我买的 它前面的这个药 就是根据药性 什么化痰止咳呀 清热化痰 或许化瘀 这是药性分的 如果不清楚这个药性的 那我们从后面来查 按照笔画连翘吧 连翘是七画 那么连翘七画 我们找一下 六画 七画在这 在这 你看87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神农草本经里边的连翘 这是它的英文名 落叶桥木连翘 干燥果实 出产于山西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它的功效 清热解毒 疏散风热 给胃苦 连翘 我记得抓的时候 那个连翘挺轻的 就和一个皮似的 黑的 下一个我看什么 金银花 金银花我就不用查了 我知道 金银花呢 就是 那不那个 这嗓子的 嗓子痛 感冒发烧 嗓子痛 金银花 罗汉果 这些都是 芝麻黄 芝麻黄是挺黏糊的 那个东西 看看了 芝麻黄的功效 找找芝麻黄 我找了一下 我这上面没有芝麻黄 还没有这味药 所以又查不出来 芝麻黄 下一个苦杏仁 我一提到苦杏仁 就想到甄嬛传里的那个 那个什么来着 你看 一下子忘了 什么来着 反正就是 石膏 石膏挺苦的 石膏来查一下 看石膏什么药效 板栏杆就不用查了 石膏找着了 石膏在这 石壶石膏 65 看看65 65 哦 清热的 石膏 怎么给我个感觉 石膏好像 挺苦呢 白的好像是吧 哦 归未尽 清热泄火 除烦之渴 哎呀 这个挺适合我的 除烦 我上班挺烦的 不想去 收敛生机 OK 石膏 这是 把栏杆不用查 这个棉马 灌重 我就没 没听说过 有这么个药 鱼腥草呢 我们来查查 鱼腥草又是干嘛的 这鱼腥草 产于 长江以南各省 清热解毒 也是 我就记着 好像是 有一些皮肤病的 像什么病人 好用这个东西 鱼腥草入肺井 清热解毒 鱼腥草 广货香 还有货香正气丸 是什么 出饿的 大黄 大黄吃多了 好拉肚子了 是吧 这货香上面 这也没有 货香 应该就是出鞋的 我可以瞎说的 我知道货香正气丸 这么多东西都没有 大黄 一二三 三花的大黄 大黄肯定有 一百三十七 我就知道 大黄不能多吃 一百三十七 那个东西 一片一片 很黄 还有一个味 好像 要是便秘的 吃上 喝上一小点 就 我记着是这样 还挺苦的 苦寒 那胃寒的人 也不 也不易多吃 功效 卸下 攻击 清热卸火 直学解毒 解毒 可不是 那货香就是解毒 清泻湿热 我就是 就是湿 我查我自己的舌苔 我知道 不喝脑就不用查了 红颈天 就没听说过 有这么个中药 叫红颈天 红颈天 怎么这么像 茶呢 大红袍 红颈天 我这是第一次听说 四百二十四 我来查一下 四百二十四 在这 红颈天 哦 也是 色寒 龟皮胃颈 健皮 益气 这个挺适合我的 清肺止咳 活血化瘀 有的时候 我要是买中程药 我都看看它的成分 因为有的时候 你就是去看中医也是 它并不是很了解 如果是判断失误的话 所以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最清楚了 不管是什么药 你就最好查一下功效 不行就上网去 去色吃一下 反正这个药我觉得挺好的 给 我们吃一段看看 这是我今天干的事 休息没事在家查成分呢 我还忘了说 我昨天去买鱼条的时候 我那朋友说 你是不是需要口罩 他看我影片嘛 他可能是觉得我的口罩不够 还要给我 因为他们外卖店有很多人 我就没拿 我够 我就谢谢 多谢多谢 也没来得及 不想和别人多说话 因为你就是 他们店就是现在两个人 最多两个人在那待着 我看还是挺忙的 希望他们的生意兴隆 昨天真是挺感动的 藏起来 不然让屎克郎 看你可烦着呢 哎呀没有用 你买这些东西干嘛 怎么都得得 每个人都会得 怎么这么胡说八道 我就听着烦 我就藏起来 OK 请不吝点赞